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张以仁 罗省中华会馆五号设宴 欢送洛杉矶乔教中心 卸任副主任廖建勋 并欢迎新任副主任简真男 罗省中华会馆四大首长分别致辞 勉励廖建勋和简真男 主席梁永泰祝福荣调巴拉圭使馆 悄无秘书的廖建勋 未来事业蒸蒸日上 同时也希望简真男多与传统桥社 月简聊桥社交流和互动 廖建勋感谢传统桥社 对他在洛城服务期间的各项支持 我从去年1月23日抵任 到现在总共50周 在洛杉矶服务的11个多月期间以来 非常感谢我们传统桥社 中华会馆四大首长 还有我们月简聊 各位桥报桥领的支持与照顾 让我在这边协助我们洛桥中心 翁桂堂主任推行的各项桥部工作 都非常的顺利 那无论是我们在洛桥中心 华部图书馆举办的文化活动 或者是元旦国庆各项爱国活动 都可以看到我们传统桥社 和月简聊桥团的活力 那除了在工作之外 他们其实也都把我当作像家人一样在照顾 让我非常舍不得离开这边 然后也希望我们在这边的传统桥社 还有各位桥报乡亲要用继续照顾我的心来继续照顾我们新任的简真男副主任 他一样也会用尽心力的来服务我们这边的传统桥社 第一次外派就来到洛杉矶这个大桥区 心情非常的振奋 也非常的紧张 但是我依然秉持着吴欣欣委员长 所说的给桥包第一线的支持 最大的服务 展现出我的热情 与永远服务大家的精神 非常谢谢 在桥委会桥商处工作11年的简真男 为了更好的服务传统桥社 正在用心学习粤语 活动上他以粤语来开场 决心未来努力学好粤语 向传统桥社学习 将大家的热情欢迎和指教放在心中 第一次外放就到北美华人最多的桥居地服务 他既兴奋又紧张 简真男表示 未来会提供南家侨胞第一线的支持 和最大的服务 中天频道采访报道